那地圣下线 我们怎么样让它离开 小小的雨又淹水呢 那我就刚才提出这道羊水重垫 所以下雨的时候 你就把它存在这个地方 存在这个地方 当中芝蓬池 然后在上面呢 太阳光垫 因为养殖是很耗水的 它要从地下水 它也很耗垫 那我们可不可以转个弯 趴近花店又不耗水 又不淹水 大概洋水重点就是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之下 那有没有成功 我告诉大家 非常成功 我们很臭屁 都说我们运入汽油变迁之下 我们这个区域非常成功 因为这个 结果两年 那么去年有一个非常大的雨 大家想说 这水怎么不建的呢 原来也不是变魔术 是 因为我们把水引到这个智洪池 提早就戳 那么所以林边以前A干线 没办法定入的 那B干线的戳水道就接到我们的智洪池来 然后再戳出去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 那这个也就是一种 应用现代科技来改善基点的生活 智慧城市的最主要目的 智慧两个字我们现在好像很高 事实上是我们吃的手机已经是用得很普遍了 这样简单的一个手机就能够有多功能 都可以购物 可以做各种联系的很方便 所以我们也要把说 现代科技的东西 我们只能把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层面 现代科技能够过得很安全 而且标派在家 那我向校长报告 这里的压水中队 现我没有出到钱 没有公共介绍在这里面 厂商出钱 老百姓出地 我们把它没合 老百姓有没有说有赚取 有赚得很高兴 昨天我们参加一个攻击典礼 一向我们有一位以前同事 我们潮水书老师 以前是对我从政最有意见的 昨天又告诉我说 哇 他的收入很不错 他很高兴 老百姓赚了 厂商因为有电的收入 所以他可以投资 那么电的收入是谁来 国家补贴 国家补贴不是国家亏吗 补贴政策是不好的 可是那个补贴是从我们进口煤要来发电 进口LNG进来发电 这一种能源抽有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是要来发展干净再生能源的 而且用这笔钱 所以这笔钱如果用对了 如果用不对 那用对了 那是发展再生能源的 所以这个钱还很多 那我们只会把这个钱用在对的地方 用在对的时期 所以县政府只有出差礼会 就是在那里跟农民 在那里跟农民 在那里跟农民 不了解的我们一直足 那我们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在这里又赚到一块地 为什么赚到一块地 因为我们有一个设计 就是说你发电的百分之一 你要给我一个国土富裕基金 那我就拿这个国土富裕基金 去在附近买的 大概加起来是两三根地 那将来是作为叫做再生能源中心 一个能源中心 再这样 那应该今年就会被管工 那这个我们就是跟IBM大同工室在合作 这个IBM有一个团体来评估 说我们这个案子可不可行 后来认为可行 他说是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他说智慧城市就是要把 有限的资源做最大的发挥 那么在这里能源中心 他们做为定 他们就有专家来评估了 好 那我把这样子一个逻辑说 我们从耗水耗电 地层下陷 那把它转化到不耗水 那小N细水之虹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你说耗水耗电的产业继续扩大养殖 下陷到更大 然后灾害从严 永远在这里循环 我们就要把它弄到一个正的循环 而不是复循环 这个我们基本逻辑是这样子 好 那效益呢 效益 我们在做总和制水 那产业转型 现在有不定完的尝试 可是我们有个缺点呢 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的太阳面不稳定 这太阳面要看着老天吃饭 我们陈思诺校长在国小那里阳光不来 我们发电就不好了 不过那一个校长可不说一下 我们现在大概一个月有多少收费 谢谢 林建长还有各位校长报告 因为去年的天候比较恶劣 那我们这样统计起来 一年卖电的钱大概48万多 那如果发电 因为去年天气比较特别 基本上太阳面大概10点到2点之间 如果说它的位置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位置也不是很理想 它不是一个阵然 所以大概 我大概算一下 它每一个 因为它是年度平均 大概只有6万多度 但是如果说今年的话应该更好 所以感谢县长 所以48万 一整年48万 那我们大概就是屋顶可以用 那同时因为避免赛 所以应该室内部不至于也会那么受热 所以48万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 那稳定的学校收取收入 可能泰国小很好一点 泰国小 因为他们那时候明基尤达在签业的时候微业 所以他们后来签业的时候价格比我们低 所以我想现在两校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 他们是70k瓦 那我们是56.88k瓦 但是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您感谢县长 当时我们本来应估是750万来做 那后来学校完整了之后只用了400万 因为刚好能板下降 而且感谢县长当时的提示 是指令改用同胞 如果用低价决标的话 就会变成像现在内部那种不正系统那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得到很好的效应 那先生我也没有很多经验 只不过我们走在前面一两个人 那我们就碰到很多的碰壁 我们知道可能要稍微要逃避一下 大概是一时请陈校长就 暂时慢下来 大概暂时装一下 那太阳不稳定 那你再生的年怎么可以不稳定呢 学校的同学如果再用电 突然间电源不好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怎么样促成一个围电盟是稳定的 那后来就想到 诶 可能就要来弄到早期化电 那个早期化电 因为它的脱流流化清非常严重 所有的设备它半年就化掉了 所以当时政府投了很多钱 钱不多死在哪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追 在追说有没有能够脱流 脱流如果你是在大工厂的脱流 它投资很大的设备 它是没问题的 可是你一个小女养猪妇 你要她用脱流 本来她要培养三段式的 这个培养 硬养菌 耗养菌 已经是很困难了 气候一变 所有的菌都紧死掉了 消个毒 它消毒 你被的菌又被杀掉了 所以养猪妇为什么很讨厌 就这样子做 错得要命 当时政府都有设备补助 但是这个操作不小 很大 那早期发现我们到底怎么样 把它对成是成功的案例 那一直就要找说脱流 脱流 是简单的脱流 养个几次脱子 他们容易脱流 所以我们只在追寻 追寻到 后来就是台大苏忠贞教授 它的方法最简单 最成功 所以我们看了几次之后 鼓励屏东的脱流采用这样的方式 而结果发现它这种脱流的发电 比公园面现在一种洋化的脱流更便宜 效力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推了 好 那么这种早期脱流之后 还不能用 在租场可以用 可是我们要到一个小小的围电网这边 就要把它带走 用像挖式一样 挖式桶把它带到我们小型的围电网那边 这里就是要加压 加压的部分这个设备比较高 所以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的围电网在林滨就有碳光电 还有烘域发电 那这是烘光要互补以外 这个界面是要高几次 这个是都前世纪在发展的 同时我们再加进一个早期 那也很少 所以我们林滨这里的这种早期 发电中心是希望做给台湾 它有一个观看的机会 它可能成功 它可能失败 失败在什么地方以后都会改进 因为围电网事实上 各个大学都在做一切 可是它力量的分散很可行 那我想说我们屏幕这里 应该可以做一个集中的市场 我们都很欢迎续电的业者 来在这里续电 把它电解水层7 又转化能源也可以在这里尝试 我们这个虽然是小孩在玩小车 这个小车也会有秘密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个地方要做这个事 那这是什么 把能源发挥到最大的好处 稳定 这本身海面讲说 这就是智慧城市的定义 好 那我们再讲说 在中间当中有五家来投入 大概有四十五公顷左右 这里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那这边有一个早期发电 就是在高速公路旁边 凌落那个地方 已经单车搏道走过去都会有错位 那么这个苏先生也自己说 他不能这样永远错下去 这样让人家人道不好 所以他们兄弟花了五千万左右 就盖这个早期长 那么可不可以回收 他们很客气 可能要十五才回收 奴隶啦 但事实上是 应该可以 时间更短就可以回收了 那么我们也就希望 台坦要跟着做 那台坦比较公家单位 这个效益各方面是差一点 但是我们也要逼 希望今年内我们有十家大产 十家大产 能够有早期发电 好 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 这种养猪汇气 养牛的汇气要回缩呢 你想想看我们都说气候变迁 台湾的早期甲碗排放量是全世界前几年 这么小地方我们前几年 所以如果你不处理这个区块的话 当然这是国家政策要做 可是国家在做的时候 中央政府它有很多的拉板 那我们这个小县呢 我们就不要顾虑那么多 我们能做得我们先做 凡事有突破点 别的县市也会跟进 凡事有突破点 中央政府也会跟进 所以我们早期发电 做得最成功之后 那环保署就要给我们钱了 给我们钱 然后要补助谁 补助台湾 那我们为什么在意这个呢 你想想看你们家里面的瓦斯 如果是开着的 你不会担心 如果整个地球的很多的瓦斯 早期都是开着的 谁在担心 上帝在关心 但是因为我们都为了自己利益嘛 全世界台湾要为自己利益 中国大陆要为自己利益 中国大陆你看这雾霾那么严重 我就问说北京能不能解决 不是北京的问题啊 他说周遭的都是在烧啊 他怎么解决 北京政府很强硬喔 你的车子一扇子不能开 结果他们就买了两个车子 不太可能了 因为有钱之后就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向作为一个 要对钱是贡献的现实 我们应该忧心来做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做给换 一方面我很担心 我们有生产牛奶 最大的牛奶就是台南跟平东 这个牛奶咖啡 因为咖啡带动牛奶的需求量 所以牛奶的产量过去会自销 它基本上不够 可是这个牛奶就好像产业的代表 锐光可以做很多产品 可是它的污染就留在这里 这其实是赚钱 它达到说它有达到排放标准 好 可能它有达到排放标准 而且长期累月下来的排放标准 它还是会再累积到某些样子 我们的牛奶就是这样子 最漂亮的牛奶是离开平东 到所有的全国去新鲜牛奶 可是牛奶的粪病跟牛粪料排出来 就像咖啡这种颜色 原来牛奶咖啡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天人家在卖说 牛奶咖啡是因为牺牲平东的环境 牛奶的需求量再介绍 倒不准去 用纽西兰的奶粉 那这样我们的肉籠怎么生存呢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牛奶咖啡 这咖啡是指它的颜色 这样子把它切开 我们要把这个咖啡 这个牛粪尿的部分应当要回收 猪这么臭 我们再出猪排 可是有人告诉你说 你要救地球就是要假寿虚 美味就没有了 你吃一块顶级牛排一公斤 告诉你说你耗费六公斤的吸热度 你胃口会解决 那我们能不能说 我在吃这一块猪排的时候 我这一块猪呢 是很善待这一头猪 而且这一头猪呢 它生产了很多的利能 这是很防堡的猪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希望我们卖这个猪 应该价格要高一点 因为消费者应该要有这个 消费者也要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 你看我们猪是买美国的印尼大豆 进口木槽 这个都是能源作物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能源作物 台湾没有能源 我们进口LNG的瓦斯 进口煤 进口油来发电 百分之九十九啊 九十八十是进口的 连这个都是进口 进口现在的能源 可是我们先把这个能源丢掉 没有利用 哇 那这个是罪恶的 罪恶 更重要的是 屏東有两千五个两株 如果有两株我们闻到味道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我们就在家里都会有养猪 是小养猪户 大概都不会忍受 现在规模化的养猪户 他没办法处理 他就趁着下个手 赶快滑出去 那或者是夜间脱出牌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导正大 他可以挖电 又可以四位大众了解说 台湾屏東是要努力把这个东西 化成是必能的东西 他对我们的太阳光电的微电网是稳定的 轰 光没有的话我们就用可以储藏的 大量的这种瓦氏来用 化电 那这个化电大概用燃料电池 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上用燃料 这个已经很简单 所以通光跟气 通光气的部分 我们需要在频道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就应该让我们感触 很有尊严 来 请